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令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家居卫生间的风水如何布置 在风水学中 卫生间是一个藏物纳购的地方 因此在购房和装修的时候 都要仔细考虑卫生间的风水问题 如果卫生间的风水不好 不仅会影响到你家的财运 可能还会影响家人的健康 下面小酱汁从三个方面来给酱友们讲一下 卫生间的风水该如何布置 一卫生间的方位 卫生间方位在住宅中长短长重要的 尤其是家宅中的北方 或者被称之为后鬼门的东北方 若设置卫生间的话 将招致不良结果 在住宅的风水上 为了使卫生间不至于带来恶效 最好把它设置于西北 东南或者东的方位 同时必须避免与男女主人 圣年相冲的方位 假如卫生间在北方 或者是东北的方位的话 必须要把它移到别的方位去 只要避开北的中心15度 东北方面则只需要避开北东15度 以及东北中心15度的即可 所以就算整个卫生间都位在北或东北的方位上 只要变气的位置偏离着15度的方位就可以了 假如变气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则只要移动变气即可 不需改建卫生间 除了北东北方位之外 西南方位的卫生间也属于恶效 假如要移动的话 只能从西方移动到西北方 西方的卫生间也不怎么好 不过只要没有有年生人或婚期的女孩居住的话 就用不着担心 为求万全之计可以把变气变草移到西北 也就是人或者鬼的范围 不应该有南方位的卫生间存在 万一有的话 最好移到东东南西北的方位上 由于南方是采光的方位 卫生间若占据这个方位 就可能会影响运气 移动卫生间的位置 绝对不能使他与神坛为灵 否则的话将变成恶效 假如您的住宅里有较长的走廊 就要留意走廊和浴室的关系 预测只一设在走廊的边上 而不可设在走廊的尽头 这是室内露冲煞的一种 预测被走廊直冲 是大凶之相 对家人健康极其有害 2.马桶的位置 马桶在卫生间的中心 非常重要的一点 预测不能设在套宅的中心 其原因有三 其一根据洛书方位 中心属土而预测属水 如将属水的预测 设在属土的中心位置 就会发生土壳水的毛病 其二预测设在套宅的中心 供水和排水 可能均要通过其他房间 维修非常困难 而假如排屋管道 也通过其他房间 那就更加讨厌了 其三 套宅的中心 如同人的心脏 至关重要 心脏部位 藏屋纳垢 还能称作极宅吗 马桶在卧室上方 由于现代都市地下人稠 寸金吃土 往往某些家庭为了节省空间 便把其中一间预测改作睡房 只为多挤住些人口 但这样却违反了风水之道 而且严格来说 亦不符合环境卫生 再加项学来说 预测是不节之地 应该开在胸方来弹压胸心的 卧室临近预测已是不大事宜 更何况是把预测改作睡房 而且环境卫生来说 亦不适宜 由于固然把自己那层楼的预测 改成睡房 但楼上楼下并不如此 把自己夹在上下两层的预测之间 颇为尴尬难堪 此外 楼上的预测 若有污水渗漏 睡在旗下的人便会首当其冲 根本不符合卫生之道 马桶与住宅大门同向 根据中国传统家项学的原理 马桶的方向不可和到宅的方向一致 比如套柴大门的方向朝南 那么当人坐在马桶上时 假如面也朝着南方 那就是犯了马桶与套宅同向的机会 据说一导致家人生疮 当然我在实际勘测中 并没有仔细调查住户涨疮的情况 但还是能免则免吧 三 与人不利的卫生间 封闭型预测 一些住宅的预测是全封闭的 没有窗户 只有排气扇 而且排气扇也并不是频繁开启 按照家项学的看法 预测中一定要有窗 最好是阳光充足 空气流通 道理很简单 让预测中的灼气更轻易的排出 保持空气的新鲜 假如完全封闭又缺少透风设备 对家人健康肯定是不利的 使用一些空气清新剂 只是改变了空气的味道 对空气的质量毫无改善 在住宅西南或东北方的预测 许多风水典籍均有提到 预测不宜设在西南或东北方 因为预测设在这两个地方主大胸 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令一般人莫名其妙 其实这是由八卦的卦象决定的 东北方为梗卦 西南方为昆卦 其性皆属土 而预测的卦象为水 将属水的预测设在属土的梗方或坤方 就会发生土壳水的不利之项 所以定其为大胸 关于预测的方位定法 规则相当繁琐 可参看八宅派选宅规则也难 别墅卫生间 一些别墅建筑或是一些复合性住宅 需住者在装修时 往往只考虑楼层平面内各房间之间的搭配 而忽视了上下楼层之间的关系 而在卫力学中 上下层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预测压在卧室之上 就是糟糕至极的摘像 预测的浊气下降到卧室之中 居者的身体怎么会好呢 陷入式浴盆 某些朋友在状况卫生间时 喜欢在卫生间里建一个盆台 盆台高出地面一两个台阶 然后将浴盆嵌在盆台里 说老实话这样的格式非常漂亮 我本人也很喜欢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要给您 最好不要在卧室所套的卫生间里 采用这种格式 由于根据中国传统卫力学的原理 卫生间的地面不能高于卧室的地面 尤其是浴盆的位置 不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五行学说认为 水是向下流的 鼠润下隔 长期住在被水浸润的卧室里 非常容易发生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假如您非常喜欢这样的嵌入式浴盆 可以将它安置在另一间 离开卧室较远的卫生间里 好的卫生间要能藏风聚气 保持空气流通 干爽卫生整洁 这样的卫生间风水好 人的心情舒畅 自然健康财运旺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